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挺正经的事呢 其实呢 透过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 十八大开完了 几乎大家也明白了 这个天下改姓了 原来姓江 应该说原来姓江了 因为说姓胡呢 不是那么回事 在我的眼睛里始终不是那么回事 姓江 现在改成姓习的了 习近平呢 应该说在整个过去这一段时间里表现出来的 跟别人完全不太一样的做法 这应该是在几乎所有媒体当中和中国问题专家的眼睛里都承认 他的操守 他的做法 他的做多于他的说 这是真的 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与普通人的期望值相对之间呢 有距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在他某些说的内容上呢 让人们觉得一种担忧 就是说 他左边一下 右边一下 左边一下 右边一下 他有点这个意思 所以让人们吃不准 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析呢 就是说了一个简单的概念呢 应该讲就是习近平的整体权力并没有接过来 有他难言之隐 我相信这一个成分呢 是有的 那在整个的我们的节目的氛围当中 我还是就那一句话 呃 规劝大家呢 就是说 我们能认识真相 而且呢 你可以不相信是有神的 可是呢 信仰一般它的一个是一个单向的取向了 我说单向的取向 人们说信仰 信仰指的是人们对神佛道的敬仰 对神佛道的坚信 人与神佛道之间的关系 对吧 这是指着信仰 信仰没提跟鬼之间的关系 不提 人知道有鬼 但不提鬼 这是 所以这个我想跟大家澄清的一个说法 昨天有期节目当中 大家也看到了 对吧 没有共产党 哪来如来佛 这是庙里挂的 俩女人在那还上乡呀 磕头还许愿 你说那叫 那你说 我说共产党是魔鬼 难道不是吗 大家想 鬼能出来吗 鬼能在阳光之下曝光吗 说我是鬼 不能啊 我是魔 不能啊 对不对 但是如果否定神佛 他敢挂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如来佛 他能在那挂着 那你说他不是魔鬼 谁是魔鬼呢 这是我跟大家一再一再跟大家分享的概念 说过三个电影 那些拍电影的人没那么想 可能真的不像涛哥跟大家分享那个想法 不是根本没那么想过 对不对 但是他甭管有意的 无意的拍出东西来 他自然往那去 人心所向 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概念 对吧 我上期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 周星驰的片子 你把功夫和这个小摸片搁一块看 先看功夫 后看项目片 你就能够体会到周星驰拍这个片子 是他的编剧 他的导演 剧本 什么都是他弄的 他自个弄的 我问大家伙为什么 为什么 你就能体会到这真实的一面 可能不是人周星驰想的就是说 我这么着就能卖钱 我这么拍就好看 我就无厘头了 他说的是无厘头 里面是简直是太清楚了 比那清楚 比现在自以为清楚的人清楚多了 现在自以为清楚的人都是糊涂车了 正像上期节目当中我们提到 人崔永元说的多明白 我不信国内奶粉 你到了姚明那儿 他就不这么说 姚明说 我还没上香港买过奶粉 这个事儿得政府商量 全国人家政协委员会发言人说了 国内99%的奶粉都是合格的 你孙子喝吗 我说这话说最绝 你孙子喝不喝 你孙子要不喝 你不让你孙子喝国产奶粉 你喝不爱过奶粉 然后你说99%的奶粉是合格的 我就是说那句话 大儿媳妇大肚子 是不是大孙子咱们不知道 反正装着玩 说点实在的 对吧 姚明说那话也实在 那是孩子呀 那对孩子负责任的 对呀 对吧 这就是我想说的 在一个社会当中 在一个政体当中 一个国家从南到北十几亿人的孩子吃奶粉 成了事儿了 没人敢说 说这奶粉是混球做的 害咱孩子 没人敢说 然后在那说我们党是伟大了 你不是魔鬼 你是什么呀 怎么这事儿 再过十年 共产党没了 然后写这段奶粉 说当时有这个孩子奶粉 怎么怎么着了 然后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老爷们 全都那样 不干老爷们的事儿 不敢说 你说你这个孩子的 过了十年 共产党没准没了 然后你儿子 你孙子也就十七八了 就问说 爹你当时是爹的样吗 娘你 娘你怎么给我喂这奶粉 你当爹 你当娘的 你算怎么回事 甭说那大道理 所以一直我们说 陶哥不愿意说政治 咱就说点实在的 对吧 你就不敢讲 你说你算怎么回事儿 但是呢 在电影当中 在文学作品当中呢 我们刚才提到的降摩篇 那一代宗师说的也很清楚 对吧 他王家卫自己讲 这是真正的信仰的东西 他在佛家 在古庙的古老的传说当中 在追寻 就连太炯这么个戏 他也讲说那有禅修的概念 李安 作为中国人 咱们别说人台湾人 你非要这么分就叫 叫板就这么叫了 都是瞎掰的话 他说中国话 写中国字 中国的写 中国人的写 但这个中国 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国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 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就这么简单的事 有什么林母亲的 对吧 但整个电影拍的是什么 寻找了信仰 寻找了人性 对吧 我也不一定接受 李安在影片当中的那种 对信仰的选择 我不一定接受的 但我说他在追寻 他有那样的自由的空间 有那样自由的氛围 一个人 当他长成人的时候 一个男人 他要有这样的责任 对社会承担 维护着人的人性的一面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 你现在能半天 其实我们遇到的问题 还是这问题 可是呢 所有的人都对习近平抱有希望 这是真实的 因为他的操守 他的做法 但是希望 就像我们刚刚做完节目讲 那个希望 习近平后面怎么操守 希望越高 失望荣誉越大 是不是 所以这是一个说法 但是纽约时报 登了一篇文章 认为呢 这个习近平本身 在军队方面的 这个实力呢 会促使他 能够 接近他 所希望的目标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纽纽纽约时报 文章题目说的很直接 习近平重视军方支持 这篇文章来自于香港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强调了他对军队的支持 准备使用武装力量 来巩固自己的自身的政治权威 并在太平洋地区 不断计划的领土纷争中 向美国的一些盟国 表明强硬的立场 后半句呢 我觉得到现在 你还是看了无厘头 我觉得是一种无厘头 后半这个这个 向盟国 美国的盟国 表示强硬的立场 是对国内讲的 是迎合军队里面的 某些人的说法 包括他自己被洗脑后的爱国主义的概念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 这头说爱国主义 对吧 我们领土绝对不能容易侵犯 但是你这个领土上的政府 政权 给你孙子喝的毒奶粉 你不相信 然后你这高喊的时候 牛腊说 哥们上澳洲买奶粉成吗 中国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 所以我说 如果你家的婴儿 吃奶粉 没人能保证 整个国家没人保证 而这个国家没人敢提 谁拿眼睛夹你 人家只能说 嗑瓜子嗑出一臭 还有这么个人物 共产党 还有这么个东西 文章上来是这么介绍的 这次大会将在 星期二举行 而习近平将被任命为 国家主席 开会要开十天 2987名精心挑选的代表 几乎可以肯定的说 再一次通过增加军费 2012年 国防预算实现 11.2%的增长 达到了1060亿美金 我个人觉得 今年可能会增长更高 为什么呢 要守住军队 这是习近平的 直接关心到他的生命安全的问题 第二呢 政法委被干掉了 而政法委在连续的过去的两年里 他的费用超过了军费 对吧 这笔钱如果被大幅度削减 贴不到军费当中 从国家总的开支 不是费钱搞不好还省钱了 可是军人拿到的钱 多了 政治游戏就这么玩了 文章接着讲 自毛泽东通过战争 杀中国人取得胜利之后 共产党的领导人 一直把绝对忠诚的军队 看作是对自己政治权利的 终极保障 总书记被任命后的四个月中 习近平已经把军队的保障 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他的速度和坚决程度 超过了他的前几任 陈子明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 和前两届领导人相比 在同样时期 习近平已经和军队建立着更加紧密 更好的联系 他上台时的底气是不一样 这个我们节目当中早跟大家分析过了 文章还提到说 在七个政治局常委当中 习近平是唯一的一个军队的军事委员会当中 握有实权的 这就是我们现实的情况 所以文章接着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中共的军队本身 局一定要绝对效忠于党和 效忠于党的个人领导人 而并非官方政府 文职官员的政府 习近平曾经在私下说 军队对党的绝对服从 是至关重要的 这才能确保中国共产党 不像苏联共产党一样的倒台 谁都想自个儿说了算 对吧 有些人明白人可能握了权力之后 他也不一定明白了 我觉得也可能是这样 对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那你环境的改变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这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有一点一样 你保住共产党 你无论用什么方式保共产党 无论你个人表现出似乎有多政治 没用 那是大善大恶之分别 一个好人倒向大恶的话 只能是个悲剧的故事 左右不了人心 左右不了天意 文章同时采访了中国政策研究室的 兰德公司的一个高级研究员 叫做安德鲁 他说每一个最高级的领导人 需要人民军队的支持 并一直在朝那个方向行动 我认为习近平也会是这样的 这是肯定的 这是独裁体制必须做的 要不然他就死了 有点像一个孩子 被紧紧的抱在这个安全坛里面 中共的环境比他自认为的 要更加的安全 但他们依然需要人民军队 这条安全坛 安全坛 他因为一直生活在一种恐惧之中 为什么 谁也不信谁 他要求军队 一定在自己周围 去威胁别人 而同时自己对军队 要强调绝对的把控 因为他对军队里的人 也不放心 他永远生活在这样的恐惧之中 这就是独裁体制的 最根本的特征 文章也大幅度的讲到了 有关军费开支的问题 但是涉及到习近平 他这么讲说 习近平已经发出了信号 要消除损害中国军队的低效和腐败现象 所以自从担任最高领导人 党的最高领导人以来 习近平反复强调军队要做好准备 并派出舰支和飞机 显示中国对一些岛屿的主权 我说这些都是一种表现了 需要 维护自己的安全和权力的需要 在中共军队的眼睛当中 中国依然外敌 环似 危机四伏 是好战行为所直接针对的目标 而并非战争的发动者 我跟大家举个例子 我说中共本身 它永远有敌人 因为它是扼杀每一个具体人的人性 而存在 放纵人的欲望 扼杀人性 放纵欲望 那就意味着每一个出生的一个普通的人 都是它的敌人 而每一个全球上 每一个正常社会 人性的社会 都是它的敌人 就这么简单 不用说那些乱七八糟 文章的最后 引述了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的一位研究员的说法 这个研究员是中国研究主任 叫做冯德威 他讲说 中共的统治体系是源于延安的摇动的 毛泽东正是在那里指挥革命战争的 说起实在话 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扩展的非常快 早已经超过了他们现在体制所应对的能力了 这话里有话 他们现在的体制应对不了他现在国家利益扩张的去 而这个国家是谁呢 是那些利益集团 是他们每一个具体的家族 而这些利益集团和家族已经把他们的钱财呢 知道这个政体保护不了他们的钱财 转到海外去了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你说涛石涛你就是卖国贼 他们在出卖中华民族中国人的真正真正的利益 当他们接受为共产党信仰了马克思的时候 就把中国人的祖宗出卖了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开会的 中南海开会的 当他是个机会摆脱 他不摆脱 他维护着 就是出卖了咱中华民族的祖宗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